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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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開始囉 嗯 今年的2023年的第一位人物專訪 我們邀請的是 在去年底的時候 帶給大家一段新的音樂旅程的 高爾璇 先請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樂 哈哈哈哈 我是爾璇 你們好你們好 你在去年底的時候 推出了你的第二張個人專輯 沒錯 個人專輯在花大概 將近27分鐘的時間 放了十首歌 但是裡面有很多你的 不同的情緒在裡面 是 你要不要先稍微介紹一下 你的這段旅程 這張專輯其實我是 差不多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才開始做 因為我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在挑試 就是怎麼 怎麼理解 歌手跟藝人 這個狀態之間的平衡 所以我也是花了 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 在家裡 然後想了很多事情 然後直到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的心態才開始慢慢變得 更正向 然後更健康 所以我就開始做這張專輯 然後他的目的其實就是 我也覺得 就是 我以前受到的挫折跟 沮喪感跟空虛感 都只是 我的人生裡面的其中一戰 所以 為什麼我這一張叫Journey 我覺得 就是希望就是 如果大家也遇到挫折的話 會 可以更了解說 這真的只是你人生中的一小部分 你只要跨過去之後 你後面還有好多的體驗 可以去嘗試這樣 所以在十首歌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聽得到你在 某一些在那個創作的當下 你的心情的高低 你的溫暖跟你的殘酷面 是 都可以挖得到你當時的心情 對 在2022年 如果照這樣來講 然後2022年對你來講 你是經歷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心態上面的轉變跟堅強 對 我覺得2022對我來說是 蠻重要的一年 就是以我到現在 就是25歲來看 我會覺得 我在2022成長了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也變得更 就是我變得更完整 我一直覺得 我以前是一個很破碎的人 包括我以前可能看我的採訪 我會覺得 我看到的是一個很沒有自信 然後很不愛自己 很不認同自己 的一個小男生 但我現在就是 我覺得我已經過了那一關 然後 我也很喜歡我自己現在這個樣子 你的發現是在於 外界讓你覺得你很破碎 還是因為你自己有心才發現說 我之前的人生怎麼會這麼的破碎 我覺得是很多的情緒 因為我一開始做音樂的時候 我沒有想那麼多 我就是 衝 就是衝 然後 就一股灑勁 然後喜歡 我就喜歡創作 喜歡唱歌 然後 運氣很好 就被 推上風口浪尖 然後 後面也經歷了一些挫折 跟誤會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反思說 我原來做音樂不只是做音樂 因為我們要學會 就是我背負了一個很大的社會責任 然後 我也背負了很多人的期待 然後 但這些東西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 所以我會覺得 哇 原來 音樂這麼不好玩 就是 壓力很大 當音樂變成職業的時候 當音樂變成工作的時候 就出現一些你始料未及的狀況發生 對 因為我們當歌手 就是我們工作就唱歌寫歌 其實這一塊是很OK的 但 另外一大部分就是明星啊 藝人啊 光環啊 對 然後這一塊就會開始很多人來試探你的底線 然後 開始侵犯你的隱私 然後把 把故事描得很黑 然後讓你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很小 21 22歲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會這樣子運作 就是這麼殘酷 就是可以 把一個 把一件事情描述著 好像我十二不十二的那種感覺 但到後面就是 對啊 2022之後我就覺得 哇 嗯 其實都是我自己 在針對我自己 因為其實我如果不在意的話 就真的沒有什麼好在意的 這個對一個雙子座的人來講 這個轉變其實蠻辛苦的 因為雙子座的人會比較 酸 比較 硬 對 而且很兩極 就是我曾經 好幾度覺得說 我已經放下了 我已經很OK了 但 在 就是可能在某幾個夜晚 我又會突然跑回那個很 膽小害怕的自己 就是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 真的完全走過來 但我一直在告訴自己說 欸我真的好了 然後我也是跟身邊的人說 欸我真的好了這樣 對 但我覺得這一次的 我的轉變是 我可以完全的感受到 我已經跨出來了 就是我跨出那個阻礙 阻礙我的腦袋的那個情緒 然後我也很喜歡這個樣子 所以我應該是不會再回去 你以前會喜歡把自己的 很私密的情緒那一面 摊開出來 給你以外的人看到嗎 我一直都不是 然後我甚至是 連我的身邊的人 我都不太會說 就是我不是一個 會抱怨跟訴苦的人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沒有什麼資格要抱怨 我已經比大多數人 我身長在一個 很有愛的家庭 然後我出來工作也 就是以運氣來說非常的順 所以我沒有 就我很知足啊 然後我也很珍惜 就是我擁有的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 我有挫折跟壓力的時候 我不會跟朋友說 我覺得我最近好糟這樣 就我朋友從來不會聽到我說 最近好糟 通常不抱怨的人 其實心裡累積的壓力跟 委屈會更多 嗯 對啊 對 我會說我壓力很大 就是他們也感受得出來 但我不會跟他們說 就是 我要怎麼辦 或是我要怎麼挑事 我就是啊沒事啊 就反正過一段時間就好了這樣 你會抱怨但是不會求救 呃 算是 就是 他們會說 哇你看起來狀況也太差了吧 這樣 或是都啊 就最近很累啊 就是很多鳥事 但OK啊這樣 但是當你2022年 自己想通了 想開了之後 把這些元素 把這些情緒的元素 放在音樂裡面 完成這段旅程之後 你親近周遭的人 聽了這些東西 發現到你的那個 黑暗深層的那個過去的時候 他們有給你什麼樣的 feedback 我覺得我身邊的人 其實都蠻替我感動的 因為 我其實在這短短三四年就是 經歷了 很長一段 就是這感覺一點都不像三年 就是我的 我的職業生涯 其實說真的 就從2019開始 現在才2023 所以 對我來說其實 我自己覺得 我的體感 我感覺已經過了十年了 因為 我真的花很多時間在糾結 然後我又是一個很逞強的人 就是我不希望別人看我不好 所以 就是這對我來說是 很壓縮 然後所有的精力都綁在 就可能別人要花十年 我可能三年就體驗完了這樣 所以這也是我之前很挫折的原因 就是我會覺得說 我還有什麼要期待的 就是 我成功了 然後 我也 體會過就是被大家 突然一桿子打倒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那我 我還有什麼要期待 我這一趟人生 這趟旅程 我還有什麼要期待的嗎 這樣 以前會讓你快樂的事情是什麼 2022年之前 就寫歌 就是寫歌 就是寫歌 然後等到寫歌也只是為了 拍子 就是抒發我自己內心的情緒 然後又會 發出來又會被大家過度檢視的時候 我覺得覺得好像不太公平 就是我現在做的跟我換來的 是不對等的 但那個時候我的想法是 我那時候很不OK的是我沒有 就是正視我擁有的 然後我沒有 我沒有想到我可以為我身邊的人 帶來多大的改變 我可以為我的團隊 我可以帶他們過更好的日子 我那時候沒有在想這個 我那時候想的都是我 我自己 我的感受 你的責任感真的也太強了吧 沒有我現在很好 就是因為 我覺得 就是有一部分我就是真的就是長大 我就覺得說 哇我以前為什麼會花這麼多時間 糾結在這些事情上面 明明我可以 花可能 更多時間在 我要怎麼把自己做得更好 然後 只要我的心態是健康的 我媽就永遠不會擔心我 我媽擔心我是因為 我一直在那個漩渦裡面 然後我也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可以 就是 可能我媽想要搬家 她們可以不用思考 頭期過來的事情 就是這都是我以前沒有在想的事情 但我現在就知道 原來我以前獲得了這麼多 所以 這一切是很公平 很正常的事情 以前對你來講 最快樂的避風港 就是可能出國念書之後 用寫歌 把你那個情緒 嗯 抒發出來 放在裡面 一路到 可能到2022年之前之後 還是用寫歌當成你抒發情緒的避風港 但是因為成為歌手了之後 很多的石頭對著你丟 甚至很多的洞 等著你去踩下去 嗯 那到現在了 現在對你來講 快樂的事情是什麼 現在的快樂 現在快樂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 我身邊的人 如果很快樂的話 我覺得很快樂 你還是在照顧身邊的人 嗯 對啊 但我覺得照顧身邊的人的前提是 我已經把自己照顧好了 因為我現在就是一個很快樂的人 我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這是以前我可能絕對不會講出來的話 我一直以來都很沒自信 然後我一直都覺得我的成功是僥倖 然後也有很多人就是當我在往下滑的時候 大家都是這樣子跟我說的 就是我 因為我是當事人 我會聽到很多就是四面八方的聲音 然後可能別人就會跟我說 你應該要看看好的 但 當你在那個情緒裡面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那些人 你就會覺得 就是你的惡魔 你心裡的惡魔會很認同那些 對你丟石頭的人 在新專輯裡面 哪一些歌是在你 想開了想通了 你是一個快樂有自信的人了之後的作品 我覺得 Take Me 這首歌 然後Good Evening也是 Extra也是 其實後面的幾首歌都是 只是我還是比較習慣用 就我的歌其實八成都是背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Good Evening滿悲的耶 Good Evening 很重耶 對 但它其實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一首歌 所以 我不知道 我很習慣 因為我通常寫歌的時候 這可能是我從美國留學那一段 帶回來的習慣 因為 我在美國寫歌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很孤單 我覺得我在美國沒有朋友 我很思念我的家人 所以我才開始 我靠寫歌來抒發我的情緒 但如果今天很快樂的時候 我就不會把筆拿起來的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什麼情緒要丟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的歌可能 就算我現在狀態非常好 但可能八成 七八成的歌都是 還是可能在寫 比較難過的事情 或是感情的事情 因為可能有時候 我那些失戀歌 我寫的都不是我自己 可能我朋友坐在我旁邊 也24 25歲 他可能跟他女朋友吵了一番的架 然後跟我吐了很多苦水 我就會覺得 OK 我可以體會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年紀 會遇到很多狀況 都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會把它寫成一個故事 就是朋友給我的情緒 我會留 就是 somehow 我會把它留在腦袋裡面 因為我會覺得 我會想要幫助他 然後這些想法就會一直卡在我的腦袋裡面 我可能有一天聽到一個beat 我就會覺得 這蠻適合的這樣 可以套在那個人的故事上面 對 當你朋友 好危險 不小心掏心掏肺之後 可能過兩個月就變成一首歌了 對 但他們不會知道 他們不會知道我這首歌是寫給 某一段感情 對 因為其實感情 說真的 我們 我們退一步看 其實每個人遇到感情狀況都差不多 對 所以大家才那麼愛聽情歌 哪一首歌是在你覺得 你的情緒最鼓勵的時候寫出來的 有一首歌叫Matters 對 它是 它應該是我專輯裡面最悶的一首歌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這一切都不重要 然後也不會忍在意 所以我就寫這首歌這樣 你有發現到一點嗎 就是 你非常誠實的在自己解構這張專輯裡面 你當時的狀態 對 是啊 就是聽完了訪問之後再去聽Matters 就會想到說 那個時候是高爾璇最離潮的時候 聽到TechMe的時候 就是它已經是一個非常有自信的 你現在覺得你是大人了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是 就是我不是 我不是可能幾年前那個很膽怯的小孩 對啊 但就是還是在往 我覺得我一直在拿捏吧 就是 怎麼把 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剛剛好 都不要太超過這樣 剛剛好的分寸是在哪裡 就如果哪一天我太有自信 我可能 會變得自大 我可能會變得自滿 所以 我覺得我的人格特質 有一個很棒的一點是 我會 我很常在反省我自己 所以 就是 當我今天 但我又很極致 因為我現在很了解我自己 就是當我今天說我不在意 可能酸民的言論的時候 我就是真的不在意 如果我現在可以這樣子 很公開的講出來的話 我就是 我會發現我已經在天秤的另一側 因為我 我沒辦法站在中間 但我很怕如果我把自己push到這邊 我的心態開始 太愛自己的時候 我變得太超過 那也不好 又太飽滿了 對 所以就是 我覺得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要學 但以目前的狀況來說 我很喜歡我現在的狀態 因為至少 我終於找到我的平衡 拉你一把的人 用最多力的人 是你自己 對 沒有我覺得 我兄弟朋友們 然後 最用力的那一位 最用力的那一位 他們其實都非常的 應該說 每個人都會很想要救你 就是你身邊一定會有很多人 要救你 但如果你不離開 你不離開 你那個狀況的話 沒有人救得了你 所以這就是 Somebody else 我有一支MV 就是我沉在海裡 然後 後面那個劇情是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救援隊 但我不存在 我帶著救援隊去把我 帶我 離開那張椅子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就是 就你真的在一個 Shitstorm裡面的時候 真的 你如果不走 沒有人可以拉 拉你出去 就你如果今天困在一個 很糟糕的一段感情裡面 然後你每一天被 每一天被 對方情緒勒索 你如果不走 我朋友 我是你朋友 我怎麼勸你都不會走的 你就會覺得 我很不快樂 我覺得他 他對我很不好 但你 就是你如果不選擇做改變 就就是 就是會這樣 就你離不開 就是你就繼續泡在海水裡面 對 能夠救你的人 最終還是你自己 沒錯 然後其他人可能就是 約你去個酒精路跑之類的 喝個一輪 只能跟你喝 只能跟你喝 然後陪你哭一哭 但你如果真的要離開那個狀況的話 你一定要有那個自我的認知 說 這件事情應該要停止 你是會哭的人嗎 我是很愛哭的人 我是很感性的人 你是很感性的 但我覺得我現在變得有點理性 我覺得我的個性真的 經歷了這幾年 我覺得轉變很多 然後我身邊的人也有感受到 但是撇開感性的那一面 你如果越走越理性的話 其實對你來講也是好事 因為你救了自己一把 你用理性的事情去看待 那些不好的東西 對 我覺得會 但這還是要拿捏 因為如果我變得太理性 我會很難寫歌 因為我所有的歌都是我很感性的 我會放大這些情緒 我會放大我朋友的情緒 我會放大我自己的情緒 然後 才會有這些就是 會感動到人的作品 但如果今天變得很理性的話 就是這些東西都會是比較虛假的 就沒有靈魂 對也沒有溫度 你現在通常在什麼狀況下面寫歌啊 就是晚上一個人 關在房間裡 這樣很安靜的狀況下 才會消化 可能別人給你的故事 才去消化這些東西 把歌寫出來嗎 還是說你可能走在路上 猛然想那個旋律 就可以把東西創作出來 我覺得我是走在路上 我就會 我覺得我無時無刻都會有 就我很容易進入一個寫歌思考的狀態 然後 通常真的很認真坐下來寫 就會是一個人在家裡的時候 但我可能平常在通勤的時候 我腦袋就會想一些事情 就是我是一個很愛用人自饒的人 我就會開始思考 有些最近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會把它 我可能就會把它記錄下來 對然後之後可以套用在歌裡面 你最近還有寫歌 我最近沒有寫歌 最近沒有寫歌 忙著宣傳 最近比較忙 對 好的情緒會 應該說好的靈感 會讓你寫 比較好寫出歌 還是比較不好的靈感 不好的那些故事 會讓你寫出 絕對是不好的 不好的 你覺得你在創作裡面哪一首歌 你覺得是那種情緒 最開心的那種的 Take me 算嗎 Take me 是開心 Baby you decide也是開心的 對 那也是開心的 對 就是出去玩的時候 想的 對 但是在那開心的那個 情緒的氛圍裡面 還是帶有一點點的可能 就像你講的 可能悲歌比較好寫 悲歌比較好創作 對 對 但Baby you decide是滿 那一首歌是滿 就是 都是滿好的 滿好的 對 然後聽到後面 Good evening 聽到歌名感覺好像是一個 晚安曲之類的 殊不知是 口味那麼重的歌 是是是 沒有因為這首歌 為什麼叫Good evening 是在 他是在我還沒有完全好的時候 我心裡會有 會有憤怒 因為我也有會憤怒的一面 然後 因為我通常寫歌都是 我一直在打擊我自己 我就真的覺得我自己 很沒用 但 寫Good evening那首歌的時候 其實是我覺得 哇 過去兩年 就是不管是 媒體啊 然後 網友 酸民 就是用他們的角度 在討論我的事情 然後一直在攻擊我 但我從來沒有真的 講過我 我這方面的故事 所以Good evening 就很像是 我今天走 走出來晚上 然後跟大家說 欸 晚上好 大家晚安 你們就安你們的 白天都給你們講 那晚上是我 換我發言的時候 所以那首歌 才會聽起來比較 激烈一點 對 就是 前面 都是你們在說話 但這一首歌 這兩分多 快三分鐘的時間 是我的這樣 專輯發行到現在 應該你有收到了一些 歌迷的反饋了 嗯 有聽到什麼反饋 是你覺得最 最有觸動到你的嗎 我覺得 通常我最有感 就是 最觸動我的 會是 我的歌迷說 就是他們真的是看著我一路成長 然後 我相信其實不管是用 可能 在鏡頭前面看 或是直接聽我的音樂 我覺得都可以 多多少少 聽得出我的改變 跟 會吸收到一點我的價值觀 然後我覺得這是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在最低潮的那一段 我也寫了一張EP 然後只有真的很認識我的歌迷知道 然後他們也知道我發生的事情 但到現在這一張就是 我變得很快樂的走出來 然後很快樂的唱這些歌 然後 很精神飽滿的在大家面前 我覺得他們就是 陪我走過高山 陪我走過低谷 然後我覺得 就他們說 他們感覺在陪我一起成長 然後陪我一起經歷 我所有遇到的事情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感動 理性雖然還是有 但是感性那邊還是在 是 那個天性 還是有感性的那一面還在 是 我們今天聊了這個部分 然後 也有部分聊到你的新專輯裡面的 有幾首的作品了 最後就是請你 以一個導讀的身份吧 對 來介紹一下你的新專輯 對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 這張為什麼叫旅程 就是 我覺得不管再經歷 大大小小 它其實都 都只是 其中一站 直到你咽一下 你最後一口氣的時候 你的旅程才算真的結束 所以 就是 開心的時候 好好享受當下 難過的時候 你擁抱它 然後再往前走 我覺得這是 我的 這張專輯 我學到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 第二個原因是 就是我覺得 我前一段旅程已經結束了 然後 我開始要 邁開我第二段旅程 對 所以其實我新專輯已經 我又開始 就是已經在找人 我已經開始有很多想法 想要製作 可能算起跑完就開始做這樣 所以上一張 第一張跟第二張中間 隔了三年多 所以第二張跟第三張 不會隔太久了 對 因為就是我認知到 我的價值 然後 我也很 投入跟 我很喜歡我現在 的工作 所以 所以 所以2023年 我們的第一位人物專訪 我們現在邀請 現在過得很開心 是 很有自信 然後展開 人生新的一段旅程的高爾瑄 是 謝謝你 謝謝 謝謝大家 各位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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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谢观看